蝴蝶是地球上最美丽的生物之一 瑞芳区的吉庆国小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校园、景林、月梅山还有五芬山 自然生态多元又丰富 很适合蝴蝶的繁衍和生长 为了推广和落实教育局的蝴蝶祭活动 各相关单位共同携手合作 推出了热闹缤纷的校园蝴蝶祭 要让大人、小孩都一起爱上蝴蝶 5月到7月是赏蝶的好时机 新北市政府推广的蝴蝶祭 14所学校共同推出赏蝶系列活动 不用大老远跑到深山中 在校园里也可以欣赏到蝴蝶在花丛中 翩翩起舞的美丽景色 第一场活动就安排在瑞芳区的吉庆国小 蝴蝶祭的第一场活动 我们是全部新北市的学校里面 第一所学校办理的蝴蝶祭的活动 那我们今天的蝴蝶祭呢 感谢我们社区协会还有李文德理事长 黄天灯理长跟西洋昌理长 李文明理长 我们大家学校跟社区一起来合作 来办理这个蝴蝶祭的活动 希望我们这个社区呢 将来能够变成一个生态观光 而且能够变成一个环境教育的重镇 吉庆国小的校园里 本身就有丰富的生态池 也孕育出许多蝴蝶的种类 校方也极力推广生态教育课程 因此学生对于蝴蝶的生长史 一点也不陌生 我们一二年级后面那里有生态沟池 那里就有很多蜜蝶植物 然后就是那里有盖斑豆鱼啊 也有蝴蝶 然后有时候还会出现红蜻蜓 乌鸦鳳蝶 大鳳 嗯 嗯 嗯 我摆一点 然后 然后 蚕 蚕蚕蚕蚕 那今天看到这么多 嗯 有 因为太多了 互动当天包含台湾自然科技学会 张盛贤理事长带来的活体蝶涌盆栽展及介绍 让参与的家长和学生可以在盆栽中 就可以亲眼目睹美丽鲜艳的毛毛虫和蝶涌 接下来是走查月眉山及原生蜜圆株基隆泽栏栽种 介绍威 瑞芳采访报道